听说这家羊汤人特别多 还好我自己带的椅子 这是为了烫一下热一下羊杂吗 两餐的肉和羊杂两餐 先不要呢 我也不要油 放在家羊眼 油酥烧饼火烧在后边才买 我要的是二十的 就是我还不少 油酥烧饼 辣椒是这种香肚铁的羊油辣 在这家店的人态度好好 有时候好像还可以做外的 但是今天今天说我没吃多的 好吃 我看他们都是把它给撕成小块 然后泡在汤里的 就是这种有点奶白色的汤 这个饼怎么突然就泡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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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酥中外给我带这么香 随便一捞就这么多种 然后又要好吃 就带一层皮滑滑的 不知道是不是人家 有好多外地人目明要来打卡 他会特别耐心的给你介绍 就是肚肉和两餐什么的 就是到底有什么东西 地儿不酸辣 反正都能有地儿说 下不了空桌嘛 打车的时候听说这家呼辣汤好吃 它带着鲜城豆腐 然后再盛呼辣汤 水煎包 这么大一块的 五块钱的水煎包 就不要太离谱了 五辣汤是那种 你真的能看见大块的 那种粒的那种 他们家这个颜色 比方中山的深一些 感觉也稀了一点 这个包子还裂开了 这两边都见那种焦焦 黄黄的 这饼好碎啊 这粉条下红得两个肉末了 带点灰胡椒味 这粉条特别嫩 它有胡椒本的那种辣 就好像没有那种辣椒面 那种的粒的 我感觉大脚味道特别重 在放中山吃的肉喝 把他们家感到很高 其实我个人爱养花 我比较喜欢那种 放中山他们家那个味道 如果不能辣椒 我这会儿也快喝完了 这是剩的三个是干料 面筋和大块的 明如肉粒多